重磅消息,体坛反腐行动即将迎来更大的突破 近日,知名记者李平康在社交媒体上爆料称 最重磅的消息快要来了 体坛的反腐行动将达到最高潮 消息已经放出,网友纷纷展开了讨论 究竟是哪位领导又将落于马下 据相关知情人爆料,这次落网的官员 指我比杜赵财还要高 细心的网友通过这些猛料进行了认真筛查 最终确定人选落在了已经离开体育总局的G型领导 相信随着这名大老虎的落网对于是谁 将陈旭元和杜赵财安插在足协的这个疑问 也终将会有个明确的答案 足协背后更大的神秘面纱也将随之被揭露 体育总局在此重要关头召开了反腐会议 现任局长高指单 在会议上更是用坚定不移正风速记反腐这十个字 来亮明了体育总局对此次反腐行动的决心 随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 此次反腐行动不仅停留在足协这一方 这股势头更是蔓延到整个体育领域 随着陈旭元和杜赵财等多名大老虎的落网 其背后更大的鱼即将浮出水面 大家期盼已久的反腐扫黑工作 真的是要达到最高潮了呀 足坛反腐行动高涨或将迎来最终结局 离铁一案已经过去五个月的时间 这期间落网对象更是包括了足协掌门人陈旭元 和体育总局副局长杜赵财 足协内部核心领导层也几乎是全军覆没 在如此高涨的开始下 足协内部人员从上到下被调查了一遍 该进去的也都进去了 随着足协背后更多的内幕被暴露 反腐工作已经开始蔓延到国家体育总局 据最新消息 体育总局J型领导目前已经失联 与杜赵财之前被抓的情况十分相似 并且这位J型领导职务比杜赵财还要高 不过这条终极大鱼最终落网 那么足协这一贪污腐败链条 也将完整的拼接在一起 此外作为足协上一任主席的蔡振华 也多次深陷被查的传闻 其妻子期间发文回应称 蔡振华心里有底气 不喜欢吃吃喝喝 不喜欢应酬 同时还强调 蔡振华目前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即将从中国全国总工会完成退休 而刘克良在近日被官宣担任拼协主席 证明了拼协也没有什么问题 足协和拼协在经历动荡后 蔡振华至今还未出事 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 蔡振华应该是已经安全了 谁能想到 足协竟官宣除名七支球队 近日足坛反腐行动势头迅猛 这导致足协岗位上出现严重的人手不足 此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空降足协 来暂时主持中国足球的相关事务 正所谓新冠上任三把火 李颖川在上任后重拳出击 将七支球队从联赛中直接除名 据官方消息 武汉长江 河北 北体大等七支球队 未能在规定期限内达到联赛准入审查标准 因而被官方除名 虽然这七支球队已经濒临在结散的边缘 但官方突然出面勒令球队退出联赛 这样的场面是十分罕见的 说明中国足球已经开始改变了 足协在游历动荡后 高宏波受到提拔成为了中国足协新一任的副主席 并将接管中超联赛的裁判工作 以及竞赛工作 高宏波从负责轻训到现在的核心管理者 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范志毅就曾在裁访中夸奖过高宏波的职业努力与素养 现在看来范大江总果然是没有看错人 此外在近期结束的超级杯比赛中 高宏波和孙文作为颁奖嘉宾同时出现在赛场上 当武汉三战接过奖杯和奖牌的时候 就预示着中国足球将迎来全新的时代 相信中国足球日后会越来越好